我們今天要做的 我們第一個我們叫 怎麼去拖一個東西 那這是 我們按著它 要這樣拖著 我們叫做拖捏 這做第一個 那我們講的要做的是一個 可以互動的影片 可以互動的影片 所以可以做這樣的拖著它 然後 哇,Shit 這麼這麼滑的 好,慘了 我罵出話也被錄進去裡面了 夠滑的 好,那第二個我們要做的是 我們要做的是 它是不是有碰撞到某一個東西 那蠻重要的就是說 它如果有碰到某一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要讓它有碰撞的 要去診斷它有碰撞 那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知道說 它有辦法知道說 我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它有碰撞到 怎麼講,有碰撞到 然後我們的 比如說我們在玩遊戲它 它我們打一個 打一個 子彈 那子彈有沒有碰撞到我們的飛機 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碰撞的時候要很重要 好,那看一下老師有一個 這個例子 那我在 下午班的時候 我教的是跟你們有點不一樣 下午班我教的 我是 叫它用 sense script來學 那你們這班我就教你們用 用那個 用手機的方法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 我 我做的這個 好,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 老師 比如說老師 把A放進去 欸 它不能進去 好,那寫英文 那你可以開始一起來 因為老師沒有 沒有錄音 老師沒有錄音 所以 欸 怎麼樣它會要 Postplay了 就 增加安裝 啊,沒有辦法做 再一次 再一次 老師沒有放英文 你可以一開始放入英文 然後Dock 然後它就是這樣 這樣拉 要拉進去 小朋友 如果拉進去對的話 它就會卡在那邊了 再拿不出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拉進去 它在那邊 而不是拉在那邊 那因為我 我這樣子拉 它為什麼不會卡在上面呢 那 那D O O對嘛 你OG 我拉在卡進那邊了 然後我再拉這邊 在卡進那邊 這個叫拉 碰撞 這是我們今天要學的 怎麼拉 怎麼碰撞 所以當你做完這個以後 你大概 我希望你們 出去就可以做一個電子書了 小朋友電子書 英文的 你在韓遊戲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在 在新加坡 他國小 不 年齡六歲 就要做 所謂的拼音 就是給你一個東西 你要拼 把它拼出來 它會唸 Docker 好 那你就要把這個Docker拼出來 那對 所以 對我們國內 我相信你做這一套 將來一定對你們有很大很大的幫忙 好 那老師今天做這個 是 我可以把它轉成EXE檔 然後你在電腦 任何電腦都可以播放 你也可以 未來說我做平板電腦也可以 做平板的 那平板我們要轉成APK 那老師今天有轉一個APK的 那老師做完後 老師有轉成APK 可以看一下這邊有一個 Drop 你們的 那我轉成APK 那你的手機就可以播放了 做完APK 蠻大的61K 你的手機就可以播放了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交的是APK 然後就這樣子 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做的 一個手機的Mobile 好 那我們再重看一下 這個我關掉 等一下要跟大家這麼講 好 我們先開一個新的 先開一個新的 然後我們今天選的是 Air for Android 我們選Android這個 你要寫平板電腦也可以 大概這兩個差不了很大 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它的 它的介面有點不一樣了 它就是它大小不一樣 像這個它還是選擇 550跟400 那這個Android它就不一樣了 它選擇400跟800 因為它高度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就選擇這個 Air for Android 開了起來 OK 那這就是你在手機上看到的面板 這個大小 好 那我們首先 我們先寫一樣東西 先做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的 time slide 一樣有time slide 那我現在做一個 類似mouse Over 好 我先摺一個顏色 好 這叫做mouse OK 我先把這個mouse 選完以後 我把它轉成原件 我把它叫button btn button 轉成影片片段 把它點在這邊 好 那這就是你的button了 可是button要可以按嘛 我們改天再講button這件 我們有兩個東西可以按的 在這個裡面它有兩個可以按的東西 除了影片片段以外 這邊還有一個叫做按鈕 那我們今天先教一下影片片段 它也是可以按 兩個可以按 那只有這個圖像是不能按的 所以我們要選擇影片片段 好 那寫完了以後 那我們就先打開視窗 在視窗裡面有一個 F9 我們打下去 動作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程式嘛 出來 那我喜歡把它擺在這邊 我蠻喜歡擺在這邊的 讓它進到這邊來 那這樣我就可以這樣看 好 那你點完以後 就點在這邊一下 你可以看到 Accent Script 好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事件 然後滑入的事件 等一下 好 首先我們先 對 我們先要把這個button 命名 button1 這邊要命名 剛剛 剛剛命名是 我們的 實際退項 就是它原來的 在裡面的 命名 當我們把它 這是在我們的library裡面的 當我們把它抓過來這邊 這個叫分身 所以分身還是要命名 那兩者要命名不一樣 好 命名完了以後 你一打 它就會自動幫你呈現你的語法 語法出現 那這個語法呢 它有點不一樣 它是滑入事件 那我要做的是 不是滑入 我要做的是按著 所以呢 按的是叫down 那你的手機 沒辦法做down這個動作 或者滑入 它兩個都當這一模一樣 然後down就是按著不放 按著不放 所以 那我們就把它改成 mouse now 然後mouse now 那這邊你不改也沒關係 你 我要改是因為等一下我要再寫第二次程式 所以我要改 mouse now hand mouse now 這是mouse now 好 那它就會執行這個動作 那這個動作什麼呢 這有個trace trace trace 是通常都讓我們來做vbuck 來做追蹤 去除錯用的 好 你可以看到 然後 我測試 當我測試了以後 我 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說我的滑鼠已滑入 我的滑鼠已經滑入了 那你說我要轉動 那不能轉動 我怎麼轉都不能動 好 因為我還沒寫好程式 所以我回到這邊 那我現在要做的是 this 就它本身這個 這個 因為我現在是用滑入了以後 然後 因為用這個來滑入 執行這個程式 我可以講this 就它本身 this 我就可以寫start start drug 這個 然後 startdrug 好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我的程式碼 我已經trace這邊沒有了 那我可以程式碼 我就可以 動了 可是慘了 它永遠把我卡住了 好 我這樣冒進來 它就卡住我了 它就卡住我的帽子 那你要寫一個動作 就是 當你沒有按它的時候 它要釋放出來 所以 在這邊程式裡面 我還要再寫一個 一模一樣的 這時候我要做的是up 我一放 它就要不能再卡住 所以我這個要up 當然你在手機 手機沒有這個功能 手機沒有用mouse 那是ok的 可是你在 你這個也可以用平板 有用到mouse的時候 就好用 那手機大概沒有這個 比較沒有這個功能 好 好 那一樣我再寫up 那我放著 它是要stop drag stop drag stop drag 有沒有看到 stop drag 好 stop drag 所以我這時候 我就可以 這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我可以這樣子 然後我放的時候 欸 它還沒放 我看一下有什麼錯 以中止 嗯 它的程式碼好像有點錯 喔 它還是start drop 兩個都是start drop 不對 stop stop S-T-O-P 等一下 S-T-O-P 它不出來 S-T-O-P stop 在這邊 stop drag 好 那我可以看到 我在動的時候 它就 我離開 帽就離開了 我只要不按 它就 我就按下去 我就可以一直動 然後我一放 它就不能動了 那這是我們常用的 在做電動玩具的時候 常用的一個 其中一個動作 好 那大家就開始 先寫這一個 ok 好